人的习惯一直在循环 我举例子了 什么叫循环 比方说 说你最近说你在锻炼身体吧 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是在锻炼身体 你越会克制 比如说坚持锻炼身体 比如说控制饮食 比如说你看爬山 说你越是走在前面的人 你就越是想快点走 越是走在后面的人 你走的就越慢 越是学习好的人 他就越努力学习 越是学习差的人 他就越不想学习 你看在家是不是这样 说你收拾房间 说我把这个房间收拾的很干净 你越收拾的干净 你就越收拾越保持 你这个房间如果越邋遢 越脏越乱 你发现你就让它越乱 你看就进入一种惯性了 比方说我这段时间学习 我一直在学习 每天都有学习的乐趣 我就天天都有学习的乐趣 一旦我停下来之后 我就越来越不想学 你看 你看人很有意思 都在那个惯性当中生活的 所以一旦你进入那个惯性的时候 他就在里面自己循环了 他就像有记忆是一样的 所以人越是进步的时候 你就越进步 房间你越是收拾干净的时候 你就越保持 越是不收拾的时候 你就越拉 你看 就变成这样 所以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什么 自律 要给自己一点要求 只要你的要求 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 不至于给你带来痛苦和逆反心理 就够了 你说那太逆反 那不至于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舒适的 且合理的状态 养成一个良好习惯 并从中找到乐趣 让我们乐在其中 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开车都是 越快你跑得越快 越慢的时候 你跑得越慢 你看 所以说 要给自己一点自律和要求的